就是有周刊调查呢 市售六成以上的牛奶含有不得减出的抗生素 塑化剂还有雌激素 引起了民众恐慌 农委会主委呢 陈宝基今天就说 这份检验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 农委会呢 不会因为这份报告就让乳品下架 他表示农委会呢 今天已经派员去查这些牛奶大厂 最快三天内会有结果 商业周刊公布市售乳品残留禁药 为食安问题再度抛下震撼弹 不过农委会也直接反击 批评检验方法太粗糙 检验的报告是非常的粗糙 所以我们不能够利用一个 没有认证的实验室 所做的初步的这一个结果呢 来决定下架 引起我们民众的恐慌 农委会防检局长张淑贤 表示农委会历年来都有 抽检乳品的禁药残留 检测项目高达108项 100年抽验468件都过关 101年抽验462件 也是禁药零检出 102年到10月为止 抽验426件 一件违法已经开罚 农委会指出 上周委托的民传大学教授 陈良宇所做的实验方法 不比国家做的实验 来的准确和灵敏 农委会已经发文 向陈教授要求取得检验方式 以便找出问题源头 诚恳的呼吁陈教授 把他的方法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再来repeat 觉得也应该 把他标准的方法提供出来 大家来做检测 那我会表示 已经针对有疑问的产品 和洛隆方面的个别奶品 抽样检验 限期三天内完成查核 而立委也要求农委会 尽量在一周内公布检验结果 有点TV蔡佩芳 蔡宗如黄一金台北报道